某工厂用甲乙饼三种原料来制造两种成品XY 好,那下面这边的整个叙述呢 就是X需要多少的甲乙饼的材料 所以我们把它画成一个表格 如果要生产X产品 好,我会需要多少的甲跟乙跟饼 我会需要6吨的甲 4吨的乙 还有12吨的饼 然后再来呢 我的利润就是得到2万元 好,那再来Y的部分呢 每一吨Y呢 会需要用到4吨的甲 6吨的乙 以及3吨的饼 而我的利润呢 是6万元 好,那今天呢 我购入了原料甲乙饼各60吨 然后呢 要来拧定生产目标 生产X种成品XX顿 好,1吨的话呢 用掉6个甲 所以X顿的话呢 是不是就用掉6X个甲 好,那乙也是一样 就是乘上X倍 那Y成品的部分呢 是不是要乘上Y倍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甲这个原料用掉的部分呢 是6X加上4Y 就是甲用掉的部分 必须要小于等于我们有的60 好,那乙的部分也是一样 所以4X加6Y 一样要小于等于60 饼的部分 12X加3Y 一样也要小于等于60 好,那在这当中呢 X跟Y就必须一定要是大于等于0的 好,接着我们要来把它呢 在指甲坐标系上面 把直线画出来 并且判断它的范围 好,第一条直线我们先约分 所以就可以得到3X加2Y 小于等于30 好,那我要找两个点 另Y等于0 X等于10 然后另X等于0的话呢 Y等于15 所以我找到了10 还有015这个点 画出这条直线之后 我们顺便来判断一下 原点有没有包含 0加0小于30 所以在3X加2Y等于30的 这条直线 原点的这半边是有包含的 好,再来第二条直线呢 我们一样也是约分 2X加3Y小于等于30 好,那我一样找两个点 Y带0的时候X等于15 X带0的时候呢 Y等于10 所以我找到了150 还有010这个点 连起来之后呢 我们用原点来判断 0加0小于30 所以原点的这半边呢 也是符合的 再来最后一条直线 我们用三约分 所以4X加Y小于等于20 好,那我一样找两个点 Y带0X等于5 X带0Y等于20 所以我们找到了50 还有呢 020这个点 连起来之后 用原点来判断 0加0小于20 所以呢 原点的这半边是有的 最后 X大于等于0 Y大于等于0 我们呢 就可以知道是X轴跟Y轴 所形成的第一向线的部分 所以我们最后的范围 就跟我们斜线化的一样 好,所以是这一块小范围 那这一块范围的话呢 我们要求出它的顶点 第一个顶点呢 就是00 接着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做出来的顶点 所以是50 好,然后还有这个呢 和Y轴的焦点 所以是010 最后一个呢 是这两条直线的焦点 所以我们要算 4X加Y等于20 跟2X加3Y等于30的 这两条直线要解连力 好,我把这个2X加3Y等于30 乘上两倍 所以4X加6Y等于60 两个式子相减 5Y等于40 所以Y等于8 好,带进去这个式子之后呢 4X加8等于20 所以4X等于12 X等于3 所以这个点呢 就是38 好,接着呢 我们的目标函数是什么 我们要求的就是最大的利润 所以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钱呢 就是利润的部分呢 当作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好,X的部分呢 可以赚2X 好,对不对 就可以赚2X万元 然后Y的部分呢 可以赚6Y元 所以这就是我的利润 就是P 好,我们把数字带进来 00带进去就等于0 好,50带进去呢 520 好,再来010带进去呢 10乘以6 所以60 好,最后一个 38带进去 326 加上86648 好,加起来之后等于54 好的,那我们这边 最大的利润是指谁 就是最大值 就是等于60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 X等于0 Y等于10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最大的利益P 会等于60万元 1 2 1 2 2